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晨曦Stanley 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因为不可控的因素 很多人已经去过了大部分热门的国内旅行目的地 所以有些人会问我 还有哪些地方有特色 值得去玩,但又比较冷门呢 这次我跟大家推荐的是 我的家乡福建的一处景观 它位于福建宁德的 峡浦沿岸县一带 以及四双列岛 在那里有着无人的岛礁 国内难得一见的神奇植被 沿海的海事地貌 以及各种渔民作业的场景 那在这次的旅途当中 我们也是带上了大疆新发布的 玉山无人机进行了拍摄 我国的沿海海岸线绵长 但因为渔业跟城市密集的关系 大部分的海岸线都已经被开发 要找到特别的海边景观 可能只有到群岛上去 这样的群岛在东南沿海 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 分别是福建的平潭宁德一带 温州的沿海一带 以及上海周边的舟山群岛一带 那之前去舟山群岛 圣寺岛的景观 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福建的霞浦 你可以看到很多特色的渔业 这里的渔业分为浅滩作业 跟浸海作业 浅滩上你可以看到 大家在种植紫菜一类的水产品 而在浅海你可以看到很多渔民 就坐在海边浮动的鱼排上面 它们有可能在养殖黄花鱼 鲧鱼 小带鱼 有可能是种淡菜 也有可能是把生蚝放到这样一个一个容器里面 再运到海中 用有福利的福圈 把它们养殖在近海的海面上 在这边 在霞浦一带 你随处可以看到各种渔民作业的景观 无论是路边心情着编织着渔网的人们 还是在渔船上面 刚刚从海边作业回来 还拿着海边的午餐的人们 那在霞浦的沿岸县呢 有几处景观令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其中一个就是旅侠灯塔 它发出的光是在告知周围的渔船 不要靠近这块区域 因为充满了暗焦 在晚上呢 这座小小的灯塔所发出的光 照亮了旁边各种奇奇怪怪的礁石 拍摄的时候 我的左手边是宁德即将建成的核能发电站 我的身后则是非常多的锋利发电车 而我的右边的工厂则在发出非常神奇的绿色光芒 在拍摄灯塔的时候 在云的间隙 我也见到了我的老朋友 冬季星空当中的毛星团 这个右边的绿光颇有几分极光的意思 在去年的8月份 因为福建的暖夜空气当中相对静止 还形成了一次灯柱现象 那这个绿光在灯柱现象下 跟极光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样神奇的景观还有海围角 和我所身处的厦门那种平静的海岸线完全不同 霞浦的海岸线是非常汹涌的 连涨退潮的浪你都要十分的注意 算好潮水 我们来到了海围角 这里有着国内少见的海湿地貌 在海的侵蚀作用下面呢 形成了一个高高的巨塔 那另外一个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地方就是夏威岛 夏威岛是霞浦沿岸开发的比较周到的景区了 大家沿着木栈道就可以欣赏海边的风光 我们在退潮的时候呢 来到了夏威岛这个洞穴 洞中所对的方向是日出的方向 也依然可以看到那座工厂所发出来的绿光 我听着潮汐的声音 看见晚霞的颜色 从山洞的一方缓缓地蔓延开来 山洞里面因为屏蔽了各种方向的信号 所以我的手机很有趣地 收到了来自宝岛台湾的招呼 那么在天逐渐暗下以后呢 我也是不忘在这里拍下 我们一直在拍摄的光之旅人戏林 在霞浦沿岸有着一些散落的小渔村 东壁村就是其中之一 在东壁村呢 我看见高高的立交桥下面就是海滩 在海上呢 有赶海的人 有海钓的人 有搁浅暂时休息着的渔船 他跟我身后的教堂 以及在海边烧烤的人 形成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层次 那么对于玉三pro呢 我的总结是这样的 对于一个老飞手 我认为提升很大的一点 是他更大的讲业 更充沛的动力所带来的 更高的飞行速度 以及更灵敏的飞行姿态调整 这意味着 我可以更丰富我的镜头 视频动作语言 尤其是搭配新的4K120帧的高帧率拍摄 对于那些想从玉二pro升级到玉三的用户 画质并不会是你首要需要考虑的 它不能满足你对画质提升的期待 最大的提升在于 大疆每年例行升级 但在营销上早已不想宣传的点 那便是图传的稳定性 以及遥控信号的稳定性 你之前不敢不想 带玉二pro飞到的一些地方 如今用玉三就可以飞到了 我们在拍摄当中 在拍摄无人的海岛跟岛礁时候 玉二pro出现一些信号不稳定的情况的时候呢 玉三仍然能圆满的完成任务 而如果你是想从 玉二s升级成玉三呢 画质仍然不是你需要首要考虑的点 如果你对玉三这个七倍长焦所拍摄出来的镜头语言情有独钟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购买玉三 但与此同时你必须承担更大的体积 重量以及更高昂的价格 这个三分之四英寸的传感器呢 在一个相机工程师看来 那这样并没有发挥它的全部实力 在定制跟这个传感器的调校上 这么大的尺寸是比较稀有的 更大的传感器就意味着必须要搭配更好的光学镜头 才能发挥起全部素质 另外更大的传感器可能对于计算摄影也并不是最友好的 因为它意味着更复杂的传感器调校 以及更大的数据吞吐量 在画质的提升上 玉三并没有满足我的期待 但本身画质我认为早已不是目前消费级无人机需要手要考虑的 拍到跟拍不到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在U2 Pro升级成一英寸传感器之后 玉系列的拍摄画质就已经不是我所担心的主要内容了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下次我们将去到四双猎岛 拜访岛上最后一批渔民 以及去到一些无人的岛礁 那就让我们看看在那边能拍出什么样的景观和故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刚拿到玉三的时候被它重量所震撼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怎么会重这么多 不管是比Air 2S还是比玉二都重特别多 然后我后来一看不对啊 机体跟电池本身没有重太多 重的是这个背包 这个背包为了做出更多的功能 它又可以手提 然后又可以单肩背 又可以双肩背 它把所有的肩带都设计成了隐藏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它不好看的同时 又给这个包增加了很多很多的重量 所以下次咱们还是不要 我们工程师就好好干工程师的活吧 就包这种事情就让设计时尚人去做好不好